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常常面临压力和疲劳 渴望一种能够提供滋补和养生的秘方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 正是龙眼营养养生茶 这是一种品味滋补的饮品 将为你带来身心的瓶颈和健康的滋养 龙眼是一种珍贵的水果 具有丰富的饮养价值 其中包括维生素C 体和多种抗氧化物质 这种养生茶不仅能够提供你所需要的营养 还有助于提升免疫力 改善睡眠品质和缓解压力 无论你是在忙碌的工作中需要提振精神 还是渴望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 龙眼营养养生茶都是你的理想选择 让我们一起品味这个滋补的秘方 为身心注入健康和平衡 龙眼的营养价值 你知道吗 龙眼就像是一颗小小的宝石 绿绿的外表就像是小眼睛 但是这颗小眼睛可不只是好看而已 它还蕴含着健康的力量 你相信吗 每颗龙眼里竟然有超过60毫克的维生素C 那可是比你的蓝色铅笔还多呢 就像是一颗小小的维生素C炸弹 给你的身体充满力量 为什么维生素C这么厉害呢 因为它有超能力 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变得更强壮 就像是一位超级英雄 它保护你的身体 不受细菌的侵害 让你不容易生病 不仅如此 维生素C还可以让你的伤口快速愈合 就像是一个魔法伤口贴 它加快细胞的修复速度 让你的伤口很快就恢复健康 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维生素C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强大 就像是一位超级运动员 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吸收铁质 让你的肌肉变得更强壮 让你更有力量 我们要揭开龙眼的神奇之谜 它富含抗氧化物质 对我们的身体有着很多好处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神奇的果树园里 四处都是绿叶和水滴的闪光 突然你发现了一颗小小的果实 那就是龙眼 它像一颗小小的宝石 光芒闪闪 吸引着你的目光 你知道吗 这颗小小的龙眼 有一个厉害的超能力 保护我们的身体 免受坏东西的伤害 抗氧化物质的超能力是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抵抗坏东西 就像是一个勇敢的守护者 它可以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 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 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抗氧化物质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亮丽 就像是一个魔法的美容师 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紫外线的伤害 让我们的皮肤保持年轻和健康 龙眼不仅好吃 还能帮助我们缓解压力和改善睡眠品质 想象一下你置身于一片神秘的森林中 四周是高耸入云的树木和悦耳的鸟迷声 突然你发现了一棵巨大的龙眼树 像是一座魔法的宫殿 等待着你的到来 你知道吗 这棵神奇的龙眼树里面 蕴藏着一种天然的宝藏 分类化合物 就像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师 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压力和提高睡眠品质 分类化合物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呢 它就像一个温柔的安慰师 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 缓解压力 当我们感到疲惫或烦躁时 它就像一阵清风 轻轻吹走我们的烦恼 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分类化合物 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睡眠 就像是一个梦幻的睡眠精灵 它能够平静我们的思绪 让我们沉入甜美的梦乡 醒来时精神焕发 所以 每天吃一些龙眼吧 这颗小小的果实 隐藏着无穷的魔法力量 让我们在忙碌的日子中 找到片刻宁静 让我们拥有一个甜美的梦境 龙眼眼痒痒生茶的制作方法 我们要来谈论如何选择优质的龙眼 龙眼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水果 但是 如何选择优质的龙眼呢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 选择外观完整 色泽鲜明的龙眼 优质的龙眼果实表面应该光滑 没有破皮或凹陷的情况 此外 龙眼的色泽应该是深褐色 而不是灰色或发黄的颜色 其次 选择果实大小均匀的龙眼 优质的龙眼果实大小应该相似 而不是大小不一的情况 这样可以确保龙眼的口感和风味均匀 第三 选择果实肉质饱满 果盒小的龙眼 优质的龙眼果肉应该饱满 而不是空心或干瘪的情况 此外 果盒应该是小而紧密的 而不是大而松散的 最后选择新鲜的龙眼 优质的龙眼应该是新鲜的 而不是已经过期或者长时间存放的 新鲜的龙眼口感更好 营养价值更高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款非常健康的饮品 龙眼营养养生茶 这款茶饮不仅美味 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制作这款茶饮 食材清单 制作龙眼营养养生茶 所需的食材非常简单 只需要准备一下几种食材 龙眼肉20克 红枣5克 冰糖20克 水500毫升 器具和设备 制作这款茶饮 所需的器具和设备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准备一下几种 包水壶 玻璃茶壶 火炉 烹调步骤 将龙眼肉和红枣放入玻璃茶壶中 加入500毫升的水 放入冰糖 将茶壶放在火炉上 用重火煮沸 煮沸后转小火继续煮10分钟 熄火 让茶饮冷却一会儿 第四段 烹调时间 制作这款茶饮的烹调时间非常简单 只需要煮沸后转小火继续煮10分钟 烹调提示和技巧 煮茶时要用中火煮沸 然后转小火继续煮 这样可以确保茶饮的口感和风味 茶饮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减冰糖的分量 茶饮可以加入其他食材 如枸杞 桂圆等 增加营养价值 龙眼营养养生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C 铁 鲜 鲜等 龙眼还含有多种氨基酸和多酸 具有抗氧化和抗衰老的功效 此外 红枣也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有助于补血和提高免疫力 龙眼营养养生茶的味道和香气 当你品尝龙眼营养养生茶时 你会首先感受到茶饮中散发出的淡淡的甜味 这种甜味非常自然 不会过于浓烈 接着 你会感受到茶饮中散发出的果香 这种果香非常清晰 让人感到非常愉悦和放松 茶饮中的龙眼肉和红枣释放出的香气也非常迷人 让人感到非常舒适和放松 此外 茶饮中的冰糖也增加了一份甜味 让整个茶饮更加美味 总的来说 龙眼营养养生茶的味道和香气非常迷人 是一款非常适合日常饮用的茶饮 其他龙眼食用建议 今天 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一道美味又健康的料理 龙眼糯米饭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所需的食材清单 1 糯米 一杯 2 龙眼 一二十颗 3 红枣 6到8颗 4 冰糖 3到4块 5 紫苏叶 可选 树片 这些食材非常容易取得 且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当地的超市或亚洲食品店找到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了解所需的器具和设备 器具和设备 在准备龙眼糯米饭时 你需要以下器具和设备 1 锅子 用于煮糯米和龙眼的煮锅 2-砂锅可选 增添风味和口感的好帮手 3-米糊煮饭器 可选 如果你拥有这款神奇的煮饭器 烹饪过程将更加简单和方便 4 吹具 用于搅拌米饭和其他材料 确保你已经准备好这些器具和设备后 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段落 烹调步骤 烹调步骤 1 首先 将糯米浸泡在冷水中 约30分钟至1小时 以便更容易烹煮 2 在此同时 将龙眼剥皮 去厨子 并将红枣切成小块 3 将糯米和适量的水放入锅中 用中火煮沸 4 一旦水开始沸腾 降低火力 盖上锅盖 继续煮约15分钟 直到糯米变软和熟透 5 添加龙眼 红枣和冰糖 再次盖上锅盖 以小火煮约5分钟 使所有食材充分融合 6 如果你喜欢加入一些紫酥 也 现在就可以加入 现在 我们已经烹制出一锅美味的龙眼糯米饭 接下来 让我们谈一下烹调时间 烹调时间 烹调龙眼糯米饭所需的时间相对短暂 整个过程约需45分钟至1小时 包括浸泡糯米的时间 这使得这道料理非常适合在忙碌的日子里准备 无论是作为早餐 午餐还是晚餐的选择 烹调提示和技巧 这里有一些建议和技巧 帮助你制作出完美的龙眼糯米饭 1糯米在浸泡时可以吸收水分 所以请注意添加适量的水 以确保糯米煮熟后保持湿润而不粘稠 2 如果你喜欢更甜的口味 可以增加一些冰糖或其他天然甜味剂 3 紫缩液的加入可以增添额外的香气和口感 但这是可选的 如果你找不到紫缩液 也可以省略这个步骤 4 烹饪过程中 记得定期搅拌 以免糯米粘在锅底或一起结块 这道食物提供了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纤维 同时含有一些蛋白质和重要的矿物质 它是一道营养均衡的料理 适合作为一餐的主食 这就是我们的龙眼糯米饭的食谱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道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的目标 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 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更快乐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 同时 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 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 请无私地分享给他们 我们相信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 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后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